节目中,张艺兴问杨子,理想对象是不是和我一样? 她的回答让张艺兴不安。张艺兴是正直还是情商低? 杨子做客的时候,张艺兴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,你好,绯闻朋友。 我理解她当时问候客人的心情,但放在公开场合说真的合适吗? 看得出来,当时的杨子很是狼狈,连她自己都说张艺兴差点开车送她回家。 张艺兴之所以说绯闻少女这两个字,是因为大家都以为她和杨子在一起。 两人恋情一传出,乐华娱乐的老板杜华立马点赞。 这么多吃瓜网友开始反应了。 有人说杨子去了张艺兴的演唱会。 有一次,为了和杨子说话,张艺兴绕过罗志祥,在她身边坐下。 向往的生活中,张艺兴去女孩房间嗨东西,杨子突然拦住了她,指着张艺兴兴的说,张艺兴,你的睡衣和我的一样。 这句话再次引起了轰动。 杨子有过很多CP营销的成功案例,但男主都是拍戏的搭档,和张艺兴的互动是在现实生活中。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想办法给自己的CP打耳光的原因。 虽然两人似乎都在辟谣,但互动却让人无法想象。 节目中有职务部分。 何炯安排他的时候很麻烦。 他不得不问他很多次。 面对杨子时,他展示了自己的拖拉机驾驶技术。 听到杨子的夸奖,张艺兴很是得意。 说我很棒。 后来,他还邀请杨子开自己的拖拉机。 张艺兴怕杨子害怕,一直让他帮帮他,郭嫂大夫婆兜风的照片在外地看来还不错。 有一次,杨子走在泥泞的路上,随口说路太滑了。 张艺兴哼着另一首歌,突然若有所思,来到村里的小店,看到可以试吃的香肠, 第一反应就是给杨子打电话,店主却开始玩了。 赖皮,杨子不吃,也不吃。 场面尴尬了一阵,张艺兴开始报复杨子,先是假装对爆米花感兴趣, 先是假装对爆米花很感兴趣,就在地主以为他要买的时候, 他又说爆米花也不怎么样。 杨子还窃喜了一下。 弄得店家一脸茫然,这期节目播完之后,大家纷纷在感叹, 本来是一个人蓄无害的小奶狗,为了保护身边的人却变成了小狼狗。 除了吃瓜群众,黄磊还会对张艺兴旁敲侧击,试图撮合他们两个说, 你也该结婚了,正好杨子也没有男朋友,你们俩年龄也合适。 看得出一旁的张艺兴很害羞。 之前杨子被问理想男友是什么样的。 结果他说的每一条都跟张艺兴非常符合。 后来张艺兴就问他,你这个理想对象跟我像吗? 杨子说你的确是有点帅。 结果张艺兴不淡定了,虽然两人没有官宣,但粉丝依然磕得起劲, 因为他们真的太有CP感,你们觉得呢? 02. 杨子张艺兴恋情传闻,根本没那回事。 杨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,关于自己最离谱的八卦是和张艺兴恋情传闻。 并表示他和张艺兴并不熟。 但是在向往的生活里,杨子被叫张艺兴绯闻女友,两人都很优秀。 实际上,早在去年1月,就有爆料杨子和张艺兴谈恋爱的消息。 此前,杨子和张艺兴都没有往心里去,他们还一起参加向往的生活。 但是在这部剧上线之后,两人因剧情做任务会有很多互动,年轻人在一起也特别容易聊一块去。 至此杨子和张艺兴谈恋爱的事情越转越离谱,两人终于坐不住了,通过多渠道表明双方都是单身,并且在媒体采访的同时杨子也在辟谣。 因为,在向往的生活里,杨子和张艺兴两人联合辟谣也并没有成效。 据爆料,杨子和张艺兴并没有什么个人交集,突然被说与张艺兴谈恋爱确实有些离谱。 杨子张艺兴有没有恋爱的可能?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演艺生涯中,貌似杨子和张艺兴在一起的时间很少。 杨子和张艺兴一起拍戏时,好像并没有什么交集。 杨子和张艺兴还有机会合作吗?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